嗯 真好吃 好吃 好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眼睛 思义为庸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你不放我出去 我绝对不会吃东西 我的眼睛 你别演戏了 我知道 你骗不了我 你 你真的有事啊 来 我看看 不用 我 我给你看看 躲开 让我给你看看 我看看 你把眼睛睁开点 睁开 睁开 好点没有 你 你好点没有啊 你好点没 哎呀 哎呀 每次遇到你就没有好事 哦 谁叫你大半夜出来吓人的 怎么了 肚子疼啊 没事啊 明明是饿的 还冷冲英雄 做什么不好 偏偏绝食 你以为谁会在乎你的生死啊 快吃 我不吃 不吃 好 这可是你自己说不吃的 想吃我也不给你 反正明天皇上召见陈国和齐国使者和谈 我是要去皇宫的 你饿了快两天了 肯定没有力气 就在府里好好休息吧 你说的是真的吗 假的 哎 我吃 我吃 一听说要去皇宫 你竟然欢喜成这个样子 只是为了找回记忆吗 还是 什 什么 明日皇宫宴席 又是风口浪尖 你要小心才是 齐国大将胡绿光本是来和谈的 却被陈国大将无名澈派人请过去 若是陈其两方联手 我大周就岌岌可危了 他们二人一同前来 恐怕此番不是和谈 倒是示威了 来和谈的是胡绿光吗 那你以为是谁啊 我 没有谁啊 我 郡国大事与我无关 我本来是不想带你去的 可是皇上设宴款待他们 你我都要出席 鸿门宴 鸿门宴 要真是鸿门宴 反倒给了他们出兵的理由 鸿门宴 鸿门宴 忽然间 觉得很累 闭上眼睛 感觉到了宇文庸的万般隐忍与惆 我与宇文庸之间 竟然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和他都累了 或者 这与其说是拥抱 不如说是 取暖吧 这次去皇宫 会遇到胡绿光吗 胡绿光是蓝陵王的人 会带来殿下的消息吗 算了 殿下已经绝情到这个地步 我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 我去皇宫 只是为了找到镇魂珠 找到我的过去 可是 假如我找回了记忆 那我自然就想走 可宇文庸呢 那我该怎么面对她 夫人今天气色好 妆容啊 人也美 八成啊 整个皇宫的妃子 都比不上夫人呢 好看吗 嗯 好看 我可以走了 好 好 好看 好看 今天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你就跟我做个交易好不好 原来到了现在 你还记挂着 要跟我做成交易 好 嗯 我还以为过了这么久 你我之间 会有什么不同 或者 我让你独守闺房 你生我的气了 好 那我今天晚上 就好好陪你 让整个皇宫的人都看看 嗯 也让你姑父姑娘看看 你我 有多恩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自由 你能给吗 是你亲口说 要将我一辈子囚禁在大司空府 我只是个犯人 我哪有什么权利要求什么 更何况 我无功不受禄 当真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价值 我的利用价值 还真是明买明卖 原来这一切在你眼里 不过只是买卖 不管怎么样 这些日子以来 谢谢你 请夫人进入凤仪阁 待奴婢为夫人整装之后 再去觐见皇上 请 多谢 我听说周国的人 都没有礼吗 我还不信 没想到 刚刚踏进周国皇宫的大门 就见识了 你看什么看 我说的不对吗 参见夫人 这边请 你站住 周国的女眷 都这么没规矩吗 你是什么人 凭你 也配问我是什么人 看你连个侍女都没有 芭城是哪家小关的内眷 或者是偷偷到皇宫里看风景 一饱眼福吧 回禀清所夫人 这位夫人是陈国大将 吴明澈吴将军的宠妾 蓝平夫人 这位夫人是我大周 大司公府的侧氏夫人 袁氏 你是大司公府的侧氏夫人 正是 蓝平夫人 久闻雁明 今日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 算你实相 就算是大司公府的侧氏又怎么样 我们陈国可是打了大胜仗的 我们大将军 可是受邀你们皇上前来和谈的 什么大司公的侧氏 在皇宫里穿得花枝招展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个武姬呢 吴将军战功赫赫 全清朝野 是陈国栋梁 蓝平夫人是天下皆知 深得吴将军的宠爱 是吴将军的宠妾 我们大司公 就只有清索这一位侧氏 尚未纳妾 今天清索倒是见识了 原来妾就是这个样子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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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以后还敢在我面前耍嘴皮子 走 起来 没事吧 还是大将军的宠妾呢 怎么这个样子 说的是啊 以后让大司公上报皇上治他的罪 没事 陈国新盛 他才敢这样气炎嚣张 我们要有大国风范 何必为了几句闲言碎语 坏了皇上的雅兴 伤了双方和气 难得夫人如此识大体 夫人受委屈了 我没事 夫人请 你不是想去藏宝阁吗 那里就是藏宝阁 所有的奇珍异宝尽在其中 心动了 可惜现在不是时候 我会带你去藏宝阁 不过你给我记住 这里是皇宫 没有我的允许不要轻取妄动 否则 你会后悔一辈子 大司公 陈国和齐国的使节都已经到了 皇上请您过去 清索 你先去休息吧 等时辰到了 自会有人带你去找我 夫人 这边请 嗯 宇文勇 当心 诸上 真的回府了 怎么 你替皇上带信和谈的事情 大洲必定是大中仔一手开创 要是和谈失利 怕是会危及大洲天下呀 那就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 力挽狂澜吧 寡人今日敲山震虎 看那小皇帝还敢不敢跟寡人作对 是 主上 看来 阎王还有点用处 看紧他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出手 是 周国的皇宫自然宏伟 可比起陈国的皇宫未免 精致不足 夫人说得极是 皇兄即位以来 将大批财物都用于救助百姓 封厚将士 从不曾花费在自己身上 宏伟足矣 精致何求 大司空的意思是 大司空的意思是 周国国库空虚 周国兵多将广 百姓安康 国库空虚与否 都是天堂 大司空好口才 那是 你我都是武将 曾比得上大司空心思缜密 大司空 怎么不见贵国大中宰 是不是我们两位将军 不足以接见啊 大中宰报恙 朕代为至简 原来大中宰病了 那何谈的是 圣人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有我大中皇帝在此 吴将军 你还在担心什么 难不成 在贵国 皇上的旨意 须得他人点头 才能做书 你 四弟 离黄雁的时辰尚早 倒不如 你代替朕 陪两位将军 满完添酒 消遣一下 两位将军议下如何 皇上一名 吴某在陈国 也喜欢玩添酒 不过 赌注列小一点 只是些田地跟宅院 既然现在在皇宫里 在这么精致的皇宫里 不如 我们就把赌注加大一点 怎么样 吴将军 想以什么作为赌注 就赌 城池 圣者 可向书者 索要一座城池 如何 好好 这样 多豪气 多刺激 这倒是不错 本将军 虽然不擅长天窮 倒也想试试 好 陈国与齐国 虽然幅源辽阔 但我大洲 也有几座城池 供二位将军一笑 陈女原亲所参见皇上 四座 这是本司宫的测试原事 还不见过陈国的吴将军 齐国狐律光大将军 还有蓝萍夫人 吴将军 狐律将军 蓝萍夫人 夫人 与文雍的运气怎么这么差 这把牌怕是要输了 大司空怎么还不出牌呢 难道是座英没你 忘了我们大家还在等你吗 要是这把大司空输了 可就要把浦州输给我 让他多想一下也好 原来各位赌的竟然是城池 为人君者一诺千金 如今大司空可是带皇上玩这一句 狐律将军和我也都是寿命于君 若是到时候书家想反悔 怕是我外面那些兄弟们 也不会答应 吴大将军怎知本司空会输呢 吴大将军说得不错 君子一言九鼎 又怎会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食言而肥呢 若是将军输了 也定是要割地给大周的 只可惜 陈国只有那么点的地方 若是再割 恐怕就没什么了 贱人 说什么呢 若可 你在我大周皇宫里 竟然寻庆生事 妄伤重臣女眷 却无半点悔意 是不是连皇上 你都不放在眼里了 你 怎么 难道 你还想抵赖不成 大将军 夫君 亲所知这等窟也就算了 可夫君 你可是大周重臣 而吴大将军 也是英雄好汉 不如 在家重注 一局定输赢 干脆 就在家两座城池 输者 自退边界三十里 那就随你吧 狐狸将军 意下如何 不要虚张声势 你们的牌 未必能赢 那就赌赌看 狐狸大将军 是来何谈的 如果周其两方交好 实在是百姓之福 亲所 无意冒犯将军 你大可置身室外 也好 我就 恕不奉陪了 将军 将军 吴大将军 这不过是些消磨时间的游戏罢了 何必打打杀杀 伤了何气呢 在下身体不适 先行告退 恭送吴大将军 请 居然被那个丫头戏耍了 算了 今天算是栽在中国皇宫了 走吧 请狐狸将军休息片刻 马上开宴 谢皇上 请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昏 原来 是把匹疏的牌 幸亏请所及之 再逃过一劫 你们也稍坐休息吧 是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刚才伤了手 又牛了脚 要不要赵太医瞧瞧 那倒不必 多谢皇上 黄秋 我们先告退了 狐狸大将军 怎么 酒席厌烦 可能是旧伤复发 现在很疼 要是借口出去闯祸 你可知道后果 我什么时候出去了 是 我会一直待在这 死我也不会出去的 大司空 带夫人去休息 是 大司空 夫人请坐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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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秋 嗯 嗯 到底在不在藏宝阁 是不是宇伦雍 故意在骗我 但我终究 要一探藏宝阁 可为何 我这心里 竟然空老老的 就好 夫人 风冷露重的 奴婢担心夫人的身体 还是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记得转告大司空 我在这儿等他就是了 是 大将军 秦所姑娘 是他让我来的 是吗 他让我带话给你 他 不能亲自来接你 不能 那天晚上 我在城墙外 等了他一夜 难道 我要等的 就是这句话吗 那既然他答应我 为什么又不来 既然他不来 为什么 又要叫人来取戒指 难道 他嫌羞辱我 羞辱的不够吗 戒指 是 戒指 大将军还请回报殿下 戒指已经交还 我与他 谁都不欠谁了 他不是不想来 而是 不能来 罢了 原本 我与他也只有几面之缘 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他为我做什么的 殿下让我带话给你 他对你的承诺 仍然有效 如果姑娘愿意 可与在下一同离开周国 他会在金庸城的 你说的是真的 还是 这又是一个两国交锋的计谋 虽然在下对你的确没有半点好感 可是殿下 是严出必行的人 我狐狸光也是受人所通 绝无半句虚言 可是 我 姑娘不愿随在下做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想必姑娘 跟大司空轻轻握握 心意相通 长公真是白惦记姑娘了 你 姑娘 狐狸光答应过长公 即使拼了这条命 也要把你安全带回 这里这么多人 我该怎么进去呢 在那边 你们四个人留下 其他人给我追 是 站住 站住 先睡一会儿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发生了 在阿朗 在哪里 会不会 在梦里 那个珠子会围着我飘动 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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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魂珠 是谁善离之首 若不是本司空与夫人来得及时 恐怕里面的珍宝都丢没了 你 待人清点珍宝阁里的珍宝看丢了哪些东西 你 待人搜遍整个黄国 一定要把盗宝的人找出来 是 幸亏陈国与齐国的使者 都已经离开了黄国 若不然 这次还不让他们看了笑话 还不快去 是 你们要不放手 要不想让整个大司公府都因你遭殃 就给我闭嘴 大司公 属下等找到的踪迹 看来潜入皇宫的绝对不止一个人 清索 你还记得回客房的路吗 记得 我现在没有办法找过你 你回客房等我 记住 没有我叫你不要出来 大司公 记住我的话 我们走 我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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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只有元清索能找到镇魂珠 你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一路跟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若不是我和桃花 引开了那些皇宫侍卫 你能那么容易进入藏宝阁 现在镇魂珠已经在手 你马上就会成为死人了 一个死人 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 快走 这个妖精毒辣得很 我就知道你会来 前几日 我重创你的伤好了吗 你自认能挡得住我 挡不住我也要挡 轻松快走 来不及了 中文神 中文 Let después 红尔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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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来人哪 快 快来人哪 快 快 这边有人落水了 快点 快 刚刚落下去的 这边 姑娘 那边快快 快点 快点 这边呢 这边呢 天下人人想要的镇魂珠 终于到了我手里了 公子 这镇魂珠就在妙无音手里 怎么不去抢 假的 这个蠢货 只会把危机引到自己身上 公子怎么会知道那镇魂珠是假的 这宇文护宇文雍又不是傻子 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真的镇魂珠拿走 只不过是利用原青所做了个局 把危机转嫁到妙无音时上罢了 但是 所有的人都只是听说过镇魂珠 却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可不愁死人 你这江湖脑袋终于问了个聪明问题 公子 那你见过真的镇魂珠吗 那怎么办 难道 真要找个珠子 看看能不能安定天下才能知道 这说你聪明 现在又回去了 这天罗地宫的大门 是那么好去的吗 那怎么分辨镇魂珠的真假 想知道吗 嗯 秘密 岳宫人 在 怎么样 回禀皇上 从昨夜到现在 整个淋浴池都搜遍了 还是没找到人 昨天晚上刺客袭击我的时候 那位姑娘为了救我 还受了伤 我明明记得 她掉进了池中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流离在外的时候 她帮了我很多 现在又救了我的命 如果找不到她 我一定会寝食难安的 这些艺人来无影去无踪 只怕没有沉入池底 已经离去了 否则这么多人 怎么会找不到她 真的 真的 朕向你保证 愿老天一定要保佑 那位姑娘平平安安 谢皇上 谢朕 是 皇上乃一国之君 能这样安慰我 庆索何得何能 渡居上 你不惜性命 助朕和谈 赶走无名车 朕 还没有好好谢谢你 皇上不必谢我 皇上已经对庆索 照顾有加 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虽然 我不记得自己 有没有兄长 不过 庆索斗胆 在我心里 已经把皇上 当作了兄长 你越是这样 朕越是不知该如何对你 朕是说 亏得昨夜 侍卫及时赶到 若你在宫中遭遇不测 朕 无言面对四弟 他 他不是 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吗 担心了 昨夜 藏暴阁又丢失了南海珍珠 四弟 正忙着追查刺客的去向 他不是不想陪你 只是 尽他的职责所在 这皇宫里来了刺客 应该保护的是皇上吧 区区一颗小小的南海珍珠 值得他这样大动干戈 宫中出现刺客 四弟很是担心 所以他亲自追查 他离行时 还祝福朕 要好好地照顾你 他 会照顾我 皇上 你就不要再替他说好话了 大司空是绝对说不出 这样的话的 他是不会 为了我而皇废职责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跟四弟赌气 我怎么会跟他赌气呢 我不担心他 他也不会担心我的 那青所姑娘 真是太不了解四弟了 哪一次你涉险 四弟不是牵肠挂肚 想尽办法救你 救我 他哪一次见我 不是凶神恶煞的 四弟的温柔 是藏在心里的 日后 你就会知道了 来 雷动 温柔 他要是 有皇上十分之一的温柔就好了 作为君主 我温柔 也许并非是件好事 皇上 箭不出鞘 并不代表他没有疯呢 青所 你果然是一个 不凡的女子 皇上过奖了 我连自己的身世都忘记了 果然是不凡啊 皇上 我想知道一些从前的事 从前 以前 朕也只是在皇宫御宴前 见过你一面 谈不上什么渊源 然后 就是你的舞姿 令朕过目难忘 清索 可否听朕一言 皇上请说 何必对自己的身世耿耿于怀呢 或许 忘记过去 并非是一件坏事 皇上的意思是说 不想让我找回记忆 朕不是这个意思 朕的意思是 人生多烦恼 忘记旧的 开始新的 不好吗 朕也想像你一样 忘记旧事 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 我真的无忧无虑吗 桃花呀桃花 我不是不知道 你对我的一番心意 只是 这就是宿命吧 是你 是我 是你救了我 妙无音杀了我 不正好随了你的心愿吗 你我同为斯大护法 我并不希望看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死 倒是你 为什么拼了命的要去救那原青所 你不也一样吗 拼了性命 都要护着那个妙无音 很多事情不能强来 你 真是天真鲁梦 总好过你善额不分 桃花 这世间很多事情并非是黑白分明 我只是顺势而为 你又何苦为难自己 昨晚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 你岂不是白白丢掉自己的性命 来 先吃点药吧 好 你只需保护好你的妙音仙子 我的性命 跟你没有关系 那好 药就放在这里 你想吃的时候便吃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就在这里好好敬养几天 这里有足够的干粮水还有药 没人能找到这里 没人能找到这里 我先告辞了 等等 你就不怕妙无音知道你救了我 顺心而为 无所谓别人知不知道 你去哪儿 去需要我的地方 震魂珠固然是假的 可这会儿 想必已经天下大乱了 你别走 好吗 小无尘 小无尘 你到底留神有情 还是无情 眼看到手的珠子 被别人抢走了 是这样的 主上 主上 主上饶命啊 主上 那女人功夫实在是 实在是太高 小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她 她只是弹琴 小人就连她的身都进不了 我看你是在暗中 根本就没动手吧 来人 突然之斩了 是 主上 主上饶命啊 主上主上饶命啊 好了好了 大主宰 主子是假的 什么 这丫头还有四弟 心思都灵巧得很 八成 又演了一场戏给人看 想告诉别人 镇魂珠已经被人抢走了 注意力不要放在她身上 你回去 盯着她 再也有差池 你知道后果 是 主上 既然你和大司公是兄弟 为何不向大司公明讲 明讲 禀告主上 陈国大将军吴明彻已到 来得正好 主上 吴明彻这个草包 凭大司公夫人几句话 就把她蒙过去了 八成是在河潭上 根本没占到什么好处 见她有什么用呢 吴明彻虽然是个草包 但是她的背后是陈格 下去吧 是 寡人素来喜欢搜集齐真意宝 这是寡人送给将军和夫人的见面礼 多谢大仲宰 等在下回国之后 便向皇上禀明大仲宰的诚意 与大州缔结盟约永世和好 好 只是皇上私下跟狐狸光密谈数次 想必已然定下联合盟约 此举虽极为不治 寡人却也无可奈何 在下来大州之前 国君曾暗中叮嘱 大仲宰为周国之魂 无论大仲宰做任何行动 陈国必然如影随形 内外呼应 想不到贵国国君 居然如此赏识寡人 寡人定当竭力说服皇上 促成两国盟约 一言为定 好 难得将军和夫人 如此体谅寡人的苦处 在下敬你一杯 干 干 那位姑娘究竟是谁呢 为什么我总能遇到她 她还屡次三番地帮我 这一次为了救我 她竟然会不惜自己的性命 我跟她究竟是什么关系 她真的获救了吗 可是我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是你 刺客追查到了吗 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如果你不希望被打扰 我走就是 站住 干什么 远青所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 看不透你就别看呀 你放开我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负德 什么叫负道 勾以狐绿光也就算了 还跟我皇兄眉目传情 我 远青所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 我想怎样 你不是清楚得很吗 我说过 你也答应了我 如果和她顺利进行 你就跟我做个交易 我帮你跟齐国缔结盟约 你就给我自由 让我带着镇魂珠离开 怎么样 镇魂珠 你只是为了镇魂珠 对 我就是为了镇魂珠 如果不是为了镇魂珠 我怎么会自投罗网地 跑到你大司空府 难怪你要一再地吸引皇上的注意 原青所 我真是小看你了 我没有你那么卑鄙 我和皇上只是兄妹之情 兄妹 我看你不过是 找颗大叔好成梁罢了 好啊 反正我跟皇上是什么关系 与你无关 不过我知道 镇魂珠就在你那儿 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 再说一次 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原青所我要你知道 你的命是我的 我要你生就生 要你死就死 你 你知道 这镇魂池里最多的是什么吗 就是冤枉 死的都是像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青所 你没必要救我 我的命是我自己的 不属于任何人 青所 你走开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身边 宇文勇 真正让人看不透的人 是你啊 无尘法师的医术世间难取 不知道无尘法师这次清婉儿带来的 是什么灵丹妙药 无尘法师说 这些都是他访便名山大川采集的珍贵药材 无尘法师为了寻找更多的珍贵药材 所以这次都不能亲自前来 还请皇上见谅 没事 多谢无尘法师为朕着想 果然奇特 这药是肩服的吗 不是 无尘法师已经交代婉儿用法了 无尘法师说 皇上龙体虽无大碍 但气血虚弱经脉紊乱 只要服下这些汤药便可安康绝朔了 替朕谢谢无尘法师 也谢谢颜姑娘奔波老泪 皇上过奖了婉儿不敢 是大种仔千叮咛万嘱咐要无尘法师 一定要调养好龙体 皇上的龙体关乎天下百姓的福祉 还需多加保重 嗯 好 皇上 请 婉儿姐姐 亲所自从失忆以来 一直都会觉得头痛 不知婉儿姐姐跟随无尘法师 有没有学习一些治疗的方法 亲所 婉儿是无尘法师 专门派来给皇上送药的 你不要到晚 只要将她肩头的衣服一落 就可以看到她肩头有没有烫伤了 啊 没关系 虽然婉儿医术很浅 但为亲所妹妹查病 婉儿还是义不容辞的 依婉儿看 亲所妹妹不但要看一下心智迷乱的病情 更要好好看一下身体 池水那么冷 妹妹还要去学游水 婉儿只怕 妹妹会落下寒症 来 我来给妹妹把把脉 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亲所 妹妹 你的手 亲所 没事吧 没事 妹妹 都是姐姐不好 被姐姐看看你的伤口吧 哦 不用 砸东西是亲所的强项 受伤是我的本分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更何况 再大的伤 亲所也习以为常 四弟 小伤也是伤 替亲所包砸伤口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是 多谢无臣法师的药 药材刚入口 朕就感觉好多了 看来皇上 是把朝堂当成了战场 何谈这一仗 他势必是想赢啊 军国大事晚而不知道 不过一晚而看 皇上对大肿仔 倒是颇为戒备 大司空对大肿仔 倒是信任有加 就是因为他不肯 喝无臣法师的药吗 不止这些 婉儿曾经试图调查过 不过 皇上是看婉儿 在大肿仔府长进长出 因此对婉儿口风很紧 就连大司空 都被排斥在外面 说起来 皇上对那个原青所 倒是亲近得很 野下 皇上 来 王上 那么岳eld这两个名 divorce 水 這邊 说了 要喝参汤 用不着这些 我好多了 外面怎么 怎么这么潮 没什么 夫人 夫人回来了 母亲回来了 快带我去见她 我去请夫人过来 不 我要亲自去见她 快带我去 来 恭喜殿下 贺喜洛云姑娘 他们在做什么啊 府里好像有喜事 谁的喜事 恭喜殿下 恭喜姑娘 夫人正在帮姑娘 挑一副样子呢 可漂亮了 姑娘一定会是 齐国最美的新娘 新娘 你 母亲 长公 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 来看看 哪个样子适合洛云 你们先下去 母亲 你要决定我的婚事 难道不需要问一下我吗 对不起 夫人 洛云 不必道歉 长公 你跟洛云的事迟早要办的 这次打败突厥 皇上的脸上有了点笑容 应该趁热打铁 你成家立业了 皇上也会觉得你是个可靠的人 我高长公 这辈子 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 没错 你乃闻乡帝已满 战绩赫赫 自然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 不过我们请担心你 娶了洛云 一来可以冲中戏 二来 洛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伺候你 你也该给洛云一个交代吧 我更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高长公 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就因为原清锁 对 我不知道你跟他承诺了什么 不过 在这个时候你不能离开 母亲 我意义决 夫人 也罢 我准你去实现你的承诺 不过不是现在 要等你伤好以后再去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你自然知道你的责任和你的使命 一举不慎便会误了你的前途 误了整个齐国的未来 我当然希望你无辱无虑地生活 但你是皇族 是于丰的郡王 你天生注定要比别人牺牲更多 还有 洛云对你 无愧于心 也是母亲心中的好儿媳妇 你就安心地留下来成亲吧 洛云 洛云 我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 你我之间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刚刚醒来 不宜长途跋涉 赶往周国 我想请你暂时 听从夫人的安排 骆云 我不能 你不要误会 我知道 你是有心之人 自然不会荒废了 与青嫂姑娘之间的约定 我只是想安抚夫人 至于婚礼 我自会想办法阻止 骆云 你可以不用这么委屈 你不必说什么 你的心 我明白 殿下 给您凉喜福的人来了 叫他进来 凉衣服还要有一会儿 我去帮你准备一点点心 参见殿下 小人是给殿下凉喜衣的小猪 是 是 是 殿下 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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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真是好身材啊 要是穿了小人铺子里的衣服 那您一定是 还要量多久 礼服和喜服加上换洗的衣服 要十几套 殿下要是累了先休息一下 小人正好将尺寸计一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干什么 大胆 你没重要 雕虫神剑 你把弓小那也太不堪一击了 放开他 若不然 古教你死无权失 放开他 可以 拿你的离生剑 来换你的新娘子 你是谁 我是谁你不用知道 换还是不换的 好 我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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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在哪里 我去拿 你 我去拿 我去拿 你 你 你 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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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没有人跟过来 这里面肯定有着 果不其然 宝剑是假的 阵魂一出天下剑 离伤基业摆设 只要能拿到离伤剑 便能收到百事基业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 都盯在镇魂珠上 还没有人想到离伤剑 可是这离伤剑 究竟被高长弓藏在哪儿了呢 这是诸葛无血的独门暗器无遗 看来离伤剑的秘密已经走漏了 长弓啊长弓 母亲知道你是一个一眼济出四马难追的男子 洛云又心心念念帮你 想帮你蒙混过关 去往周国 可是 诸葛无血 英狠独辣 不拿到离伤剑 他绝对不会罢休的 这个时候 母亲不能放你走 绝对不能 夫人 药间好了 给殿下端过去 是 记得让殿下趁热喝 是 夫人 来 洛云 幸亏你没什么大碍 我受了伤 需要静养 后天 没办法举行婚礼了 长弓 你要好好调理身体 早点去找青所姑娘 洛云 你何苦如此 你不必放在心上 这些都是洛云自愿的 洛云 你 真是我的 真是我的好悲